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长林又昌成立了交接小组 向市长当选人谢国良进行业务简报 也提醒市府同仁要坚守岗位 如常的推动市政 金融市长选举结果出炉后的第一个上班日 金融市长林又昌立即指派参议 杨桂杰成立交接小组 并在11月29号向市长当选人谢国良 进行人事 主计及财政等相关业务报告 执政的一个更替这是民主的一个常态 所以在昨天上班的第一天 我就立即指示成立交接小组 由杨桂杰参议来率队 代理相关的单位跟当选人来进行报告 那在今天早上的10点 杨参议也率领相关的局处首长 去向当选人来做这个说明 我想最主要是人事 跟这个主计财政的部分 刘昌透露市长办公室已经打包完毕 判给新上任市长充分的资源运用 他也在事务会议上提醒同仁坚守岗位 如常推动市政直到卸任前 至于基隆人不分党派期待20多年的基隆捷运案 在他任内努力争取下 最快明年第四季渴望动工 刘昌也建议新市长组专案团队接续推动 基隆捷运的一个推动 需要整个市政府一起组成一个专案的团队来执行 我们基隆市政府并不像三个直辖市 有捷运局 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编制 所以我们会特别的辛苦 那这个又特别的专业 所以也期待未来的这个市长 能够这个尽他的能力 把基隆捷运继续推动下去 牛昌感谢基隆市民 让他有机会把中央累积的经验 及他在都市计划 城市发展的专业 在基隆发挥 让故乡基隆从吊车尾变成前段班 在卸任前 他仍会把握每一天 继续把工作做好 让我能够把过去在中央累积的经验 还有我自己在都市的计划 跟城市的一个发展上面的一个专业 能够在基隆市把它发挥出来 那也实现了我过去 对所有基隆市民大家的承诺 把基隆市从一个吊车尾的一个城市 变成是前段班 然后也让基隆人变成是 骄傲光荣的一个基隆人 满满的一个感恩 所以我们一定是把握住每一天 每一刻 然后继续加油跟努力 对所有基隆市民 这个给大家一个最后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呈现 由于林友昌在基隆市市政成绩满意度 飙迫八成很获肯定 外界点名 林友昌卸任后 渴望入阁 接任交通部长或内政部长 对此林友昌强调 对未来没有特别规划 目前最需要及最想做的是休息和充电 我是怀抱着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心情感 谢谢所有基隆市民给我这个机会 那所以到我卸任的那一刻之前 我想我跟所有市任团队都还是会兢兢业业 继续的把工作把它做好 所以至于下一步 说实在我自己并没有任何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划 或者是打算 那如果真的让我自己选择的话 因为八年好好的担任两任的一个市长 我觉得其实我最需要的应该是休息跟充电 对于市长当选人谢国良 林友昌则是给予祝福及加油 希望新市长能努力带领基隆继续向前行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九合一大选结束 基隆里长出现了不少新面孔 像是从景31年的庄子豪 成功转换跑道当选新副里里长 还有仁爱区水警理孙力军 打败九连霸里长林国新 而年仅27岁的陈凤林 也打败了七连霸里长于明发 成了这次选举中的黑马 穿着刑警背心和同事闲话家常 他是破利斯大人庄子豪 不过接下来他准备要转换跑道 因为他刚选上了新科里长 就像我们之前因为以前刚任警察的时候 也是当群区警员 所以对这个辖内里民 就是相处的方式都差不多 所以我现在当了31年 想要转换跑道 来服务我新副里的民众 庄子豪从仅31年 在四个分局都曾服务过 资历相当深 曾经破获重大刑案及毒品案 这次参选里长没有挂布条 只有挨家挨户的拜票 顺利当选里长 就是把他当作 里民当作是自己家人一样 同样在中正区 还有这位年仅27岁的陈访林 曾经在市府交通处服务 当过中正区的里干事 种下为民服务的种子 在家人的支持下参选 顺利击败七连霸里长 年轻人打败老里长不简单 因为老里长做了七届 有他的实力跟他的做事态度 那很感谢郑沙里的里民 给方宁这个机会 来服务郑沙里来做改变 希望我们可以让郑沙里 一起变得更好 更亮 让建设可以更好 期待大家一起来 看见郑沙里的改变 不管是破莉士大人转换跑道 还是年轻的女力挑战成功 接下来都要努力地兑现 和选民的承诺 做好为民服务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十月中旬的大雨 导致了土石坊 掩盖了七堵东兴街 一处营造厂和民宅 一个半月过去了 大批的土石仍然在现场 影响着营造厂的运作 四十多位员工生计 受到严重的影响 市议员张耿辉 和新论市长谢国良 一起再度到现场关心了解 十月中旬大雨 导致土石坊坊 掩盖了七堵区东兴街 一处营造厂和民宅 一个半月过去了 大批土石仍然在现场 特别影响到营造厂运作 四十多位员工生计 受到严重影响 因为我的车辆 还有十几步都在里面 然后我的那些材料 什么都还在里面 然后一直都不能 没有办法如期动工 然后只能想 那个 不能如期动工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这些员工 大家说不能上班 就都没有办法领薪水 我这样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居民和营造厂老板及员工 因此向市议员张耿辉 陈勤 张耿辉也请新认市长谢国良 再度到现场关心了解 张耿辉更呼吁 新认林又昌市长 应该紧速要求市府 以及中央相关单位 赶快想办法来运走这些土石 让居民和营造厂员工 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也不应该留给 新认市长谢国良来处理 再过两个礼拜就两个月了 那整个图案我们到现场来看 我今天也感谢我们未来的 准市长 现在准市长到现场来关心 因为当初在选举中 中央也有立委也有来 市长也有来 大家我不希望说 在选举的时候 大家来做做秀 然后就没事的 那问题这边的生活 我们按照现瓦 然后15条的话 有保障工作节 生命财产节 等等 但是让这些住户 甚至于有些不敢回来住 我想这个不应该说 把这个责任 要丢给我们下任新的市长来处理吧 那我也是要呼吁 我们您市长的话 你在卸任完成之前 要做个恩敌 把这个该处理掉的那些 清除那些污泥的话 赶快让这些附近的住户有个正常的生活 那看来这个地方目前的情况还是没有完全的改善 所以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政府到底他的角色应该是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到底是中央跟地方管辖 或者说这种灾害准备是不是有预备金等等 我也希望说 一方面是希望市府能够帮忙这些民众尽快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那我当然如果等我下个月有机会上任以后 我也来看看如何能够有效的来帮助到他们 那今天就是先跟张议员过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 我们其实有过来过了 对对对 谢姑娘除了再次到现场关心大家 也感谢大家这次的支持 让他顺利当选市长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教育近年来有长足的进步 家长的支持扮演重要的角色 基隆市教育处特别举办了 111学年度世属各级学校家长会长交接受证典礼 由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亲自颁发当选证书 给59位家长会长 感谢大家热忱支持基隆教育的工作推展 一起为基隆市孩子的教育来努力 这场交接受证仪式在刚落成启用的 信义国小五楼演艺厅举行 由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亲自将当选证书 一一颁发给59位市属各校家长会长 这是111学年度 国中小及幼儿园家长会长交接受证典礼现场 林永发特别感谢所有会长的支持与协助 让基隆市政府能够运用最少的资源 创造出最大效益 彻底翻转基隆教育现况 选出的家会长 他够热心那也是学校学生跟社区的一个福气 那我想我们基隆市包括高中国中国小包括幼儿园 总共有59个学校的会长 那我想这个区块学校选出来应该都是最优秀最热心的 那我们也透过今天的受证颁发的证书 我们也鼓励大家一起为我们基隆的交易来努力 林永发也细数基隆市长林又昌上任来所推动的颁颁数位化等政策 希望提供基隆孩子在优质的学习环境中成长 事实上市长在上任以来这八年 除了对不管是从经济层面 我们的交通层面或是各样的社会福利 其实教育这个区块市长也非常的注重 那从最开始的网路频宽不够 我们针对学校的频宽 然后带班的数位化 到现在每个教室都数位化 所以有很多的相关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些 能够给学生最好的一个学习机会 那除了在硬体的建设 也透过以学校为核心的这个改造计划 那软体的部分再加上会长的努力 我想我们的交易会是最好的 基隆市政府交易所方面表示 包括课后留言开办率全国第一 准工又比例高达八成 每一区小学的共农室游戏场及学校厨房改建等 这些领先全国的教育成果 除了由教育处规划执行外 更需要各校校长全心投入 与家长会长的协助支持 希望家长与学校能成为教育合伙人 一起为孩子教育努力 记者张其腾基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药集团关心您 欢迎回到中药新闻现场金融市东光国校成功向教育部争取THSD方案 让全校的孩子冷守一台专属平板 在亲师生签署仪式上每位孩子正式在专属载具上签上自己的姓名并参与公开演示 翻开自我专属学习载具孩子们分享阅读心得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简报我用的软体是iPad的里面内建的keynote这个软体 然后我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去因为这个其实是我的电脑的报告 然后我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做我自己的简报 而且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AirDrop 我们可以用AirDrop去传图片或者是影片交给老师 或者是和同学互传 互相分享自己看到的议题或者是题目 使用平板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也可以让老师在上课在课堂中 用平板同步教学 让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 孩子们也展现自学成果 编学编玩真的很有趣 我会用学习Bug、Pokemo 然后还有云彩网跟旁路一起 东方国小是基隆士第一所争取到教育部数位学习THSD方案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计划 可以从设备来协助孩子 在数位学习这块路上可以更顺遂 当然我们也希望协助老师 老师在班级推动教学的时候 不会只有福音少部分的孩子 是全部的孩子一起来 全校的孩子一起来 我们期待带着孩子走向数位未来 愿意分手数位学习同学 孩子们大声念出再具使用宣言 现场贵宾给予满满祝福 教育处副处长陈淑珍 国内台北教育大学教务长刘远珍 其多校的校长 家长会会长 还有市议员何淑平 陈宜都给孩子们最大的鼓励 书名可能就是非常地致力的教育 从正确与低运算开始 希望我们小朋友有无尽快 慢慢有的心愿 然后现在有大家的平坏 但是其实对我们学习呢 就是任务集体度的学习 我们都还记得越来越好 期待孩子在跨域整合 沉浸式学习及科技自学历等数位学习 都能收获满满 培养厚实的知识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在看惊险画面 一名家住暖暖火车站旁的85岁阿伯 因为要自己修理屋顶 爬上梯子 一不小心就摔了下来 一路滚到铁轨上 当时火车正要进站 一旁的民众看到 赶紧通知站务人员 还好火车及时刹车 才没有酿成悲剧 画面上穿着蓝色上衣老翁 摊坐在铁轨上 无法动弹 火车就在距离他不到 五公尺的地方 几乎快要撞上 热心民众拿着椅子 跳下月台 将老翁扶起 站务人员也在一旁协助 只见老翁双脚无力 额头也不断流血 头上贴着纱布 左脚也打上石膏 85岁的李姓阿伯 就住在暖暖火车站铁轨旁 周日下午 原本打算自行修房屋 才爬上梯子 不小心没站稳 就摔落到铁轨上 正好一辆火车正要进站 差一点就撞上 走到这一步去 打酒坑下去了 打酒坑喔 现在有人来给你看了吗 有人买你吗 我们时常有来给 有来给你看的吗 来给他 看他 看他 我找你去看医生就对了 回到事故现场 老翁就住在月台旁 平常一个人住 事发后也通知住在桃园的孙子前来 这回幸好民众和列车长 及时发现 才没有造成二度伤害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为了让金融市新住民朋友 能够更快融入地方 并保障自我权益 社会处成立的国际家庭服务中心 特地邀请新住民朋友 志工及警察局妇幼队 共同成立剧团 并拍摄微电影 内容由女性新住民朋友 粉串男主角 除了宣导新住民权益外 也宣导两性平权 基隆市新住民已经成为 基隆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力量 为了让基隆市新住民朋友 能够更加快速融入地方 并且保障自我权益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成立的 国际家庭服务中心 特地邀请新住民朋友 以及志工和警察局妇幼队人员 共同成立剧团 并且拍摄片名 《拥抱新的家》为电影 内容更由女性新住民朋友 反串男主角 除了宣导新住民权益之外 也宣导两性平权 我们除了新住民以外 以他们自己的角度来告诉你们 他们来台湾会遇到哪些困难 那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常知道的 就是因为可能来了之后 家人都把他们到外面交了很多朋友 之后会可能会有带来一些不好的 一些负面的或什么 所以常常会把他们的身份证就给他们拿下来 那再来就是他们常常会遇到来台湾之后 因为语言上沟通上会造成困扰 所以有时候是他们的好意 也会让人误解成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也想透过这个电影 用生活方式让你们能够明白 让他们能够接受 那所以我们这个电影上面在演出 我们都是请那个所谓的 他们新住民自己来演出 那我们也打破 因为我们是富佑金求助渴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一直在推性贫 所以我们也打破了这个性贫的观念 所以我们在所谓的男女主角里面 就不会特别说一定强调 所谓的男主角一定要男生 所以我们也用一个另外一种思考方式 请我们的女生的新住民来扮演男生 就是扮演她的丈夫 让她知道说不是你们新住民来 你们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难题 其实在台湾的男性里面 她的丈夫 她同样也是要去面对这些问题 她怎么样去帮你去克服 帮你去解决 社会处方面表示 未来规划让这个剧团 也可以进到学校以及社区里面 进行宣导 扩大宣导的范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证明国中的理化课使用5G通讯 搭配VR 由王主任撰写教案 再由研发团队转化为VR教材 让学生边学边玩 课堂变得很有趣 面对5G通讯的新时代 该如何应用于教学现场呢 证明国中的理化课程 使用5G通讯搭配VR 让学生边学边玩 让课堂变得好热闹 证明国中为5G新科技学习 示范学校之一 以自然领域为基础 结合下本课程发展 计划由教育部建制的VR教材库 教育大师级入门 展开了证明国中导陆 应用VR教材的历程 再加上海大资工徐日生教授 所带领的研究团队 以心理徐境制作VR练工房 化学元素历险剂 学习物质的基本结构 以延展实境制作特征方程式 学习人工智慧 将这两项研发成果 都将提供给正兵国中的师生们来使用 正兵国中林世杰校长表示 学校刚导入这个VR课程 我们单纯是VR教材的使用者 但是光这个使用的部分 就占据老师很多的时间 那索性海大苏教授的团队的 加进 然后让整个教学的效能 跟备课的这个效率都能提高 海大与正兵国中研发的课程 取名为炼工房 化学元素历险剂 经由正兵国中王妙涵主任 负责撰写教案 再由研发团队转化成为VR教材 教材以国中八年级的理化 物质的基本结构作为开发主题 VR教材将原先的课程内容 加深加广 除了能操作现实中 不易操作的实验 增加学生的体验 启发学生的研究精神之外 亦能透过游戏剧情等互动方式 引导学生完成指定学习任务 以提升理化的有趣性 参与课程的学生说到 上课的时候可能只会看影片 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反应 就是会比一般上课还比较好玩 他就是可以帮我们把实验过程 要呈现出来 特殊方程式其概念为提升学生对人工智慧的概念 希望透过AI教具为学生提供高呼动性的虚拟学习环境 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给予纯净师的体验 借此提升学生愿意主动接触人工智慧科技的意愿 海大资工苏玉生教授表示 这次来真名国中研发了一个就是绿亚的一个理化的一个教堂 透过学生的体验之后 学生感觉到他会觉得透过游戏的方式觉得很兴起 然后对化学反应的部分的话 比透过影片的看到的结果还要效果还要显著的方式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也有开发特殊方程式的人工智慧的教具 那这个部分的话未来也是会在国中这边的话 做一个人工智慧的一个推广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 元宇宙虚拟化的实际的技术的部分 然后让国中的老师们还有学生们 可以有一些对食物的一些体验 然后学到化学跟人工智慧一些相关的概念 海大资工团队以丰沛的VR科技研发能量 转移郑兵国中老师的教案 在医教学现场学生的体验过后 却加以修正优化 这正是大手西小手理论与实物结合的最佳写照 郑兵VR电工团在 公民记者郑文沛 陈俊祥机动市中正区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 社会案件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 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3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 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说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 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正向防疫